假設你發現你的網址 就是可能你上傳上去沒有辦法walk 或是反正各種原因 反正就是你覺得你需要我幫你看一下你的語法 你可以把你的UI跟server的語法寄來 然後你跟我講一下你有什麼問題 那我會稍微看一下這樣可以吧 所以應該是很簡單 假設你真的是不會教 或者是好像有一些沒有來上課的同學 實在是做不了的 就交個心得來 不過交個心得來分數一定80分以下 你只要隨便會貼一個網 你只要能夠給的出一個會動的網址 至少就80分以上 就算你是貼作業的都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要上課的內容 我們今天要上課的內容 我們想要加入互動式圖形 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很重要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功能是什麼 我們一樣先貼上我們的UI跟server 這是我們的UI 貼上我們的server 我們先體驗一下這個功能到底是什麼 一樣我們先按下ROM 好這個 好這個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邊有一張圖嗎 對不對 然後你的鼠標移上去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它是一個十字 它是一個十字喔 然後你看 現在我指標在移的時候 你看我右下 第三個column 這邊是不是有個plot over這個 好 你看它的XY是會移動的喔 你們有注意到嗎 它的這個list of 9 然後下面有個X跟Y 它是會移動的 好這是什麼意思呢 現在 你如果仔細看的話 你就會發現那個X跟Y 是你的 那個十字現在的座標位置在哪裡 我現在把它移到2020 你看它是不是幾乎就是2020 所以你的指標移到圖片的哪裡 這件事情 其實你是可以獲得的喔 好那注意 我現在點一下 你們當然聽不到我點的聲音了 但是我點一下 點給你看 你看 這裡是plot click 這邊是不是出現了我剛剛點的那個位置 我現在在1060的地方點一下 點一下 它是不是被鎖定了 大概就是1060的地方 所以點一下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紀錄它的位置的喔 那 點兩下咧 點兩下在這裡 double click 可以接受吧 好來 然後你現在 按住 然後拉一個框 它這裡是不是可以把這個框的 最小值最大值 X的最小值最大值 Y的最小值最大值 也把它秀出來 好 這個框可以這樣移 好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 我們現在 你知道我們這一個 這個APP展示的重點是什麼了吧 如何跟你的圖形互動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你可以 你可能 你可以做單點 然後可以做雙點 然後可以做 那個 plot hover 然後就是你的 游標移到哪裡都可以 或者是 你要那個 你可以就是拉一個框這樣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就是它的 它的 它在UI端是什麼呈現的喔 UI FruitPage就是白頁嘛對不對 那這個還好 那 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 它這邊切成 這個 FruitRow FruitRow 這樣兩個就是這邊切成4 所以它這邊大概切成12等份 它要4等份就畫這張圖 這樣可以齁 然後接著 它又下了一個這個指令 然後分33333 就是12等份 3333 剛剛好把它填滿 這樣可以吧 所以這個 這個 Ui 這邊不難理解 我們來看這裡 它就是一個 plot output 直接一個plot output plot1 然後 下面 plot output以往 都不會有任何參數嘛對不對 就是一個物件名稱 現在多了 4個參數 clique的名字叫 clique等於plot click db double click dbl 是double的簡稱 double click dbl click hover plot hover brosh 所以這四個名字 是我自己給的喔 這四個名字 是我自己給的 OK 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接著 它輸出的就是四個 我直接把 我裡面的東西print出來而已 這樣可以吧 好然後接著 我們來看 server端 server端的重點是 這邊有一個 plot output plot1 然後就直接把dataplot出來而已 這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就只是畫一張圖而已 這樣懂我意思吧 接著你看喔 clickinfo 它等於我把 input的plot click把它print出來而已 str是一個 類似print的一個函數 只是它把summary出來而已 這樣可以吧 所以你現在知道一件什麼事情 你的input裡面的plot click 當你在ui端下了這個指令以後 你的input的物件就出現了 plot click這一個物件 而這個物件裡面的x 這個物件裡面的x 就是你點的那個x座標 裡面的y就是你點的y座標 好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吧 如果你懂了這件事情以後啊 我們來看第二個範例 第二個範例 第二個範例 我們來看一下它在demo什麼事情啊 好一樣我再按是run 好這次你看 這邊是不是有三張圖 然後你有沒有發現 欸這一個指標正常的 這個指標是 這個十字 這個指標也是十字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功能喔 來這個指標我們run下按了以後 欸你有沒有發現右邊的圖改 你現在highlight一個點 欸它是不是就是 它是不是你畫哪裡 它現在右邊的圖就出來哪裡 這樣放大 放大進的功能這樣可以吧 你看這邊兩個點太接近了 我要看細節一點 其實是分開的 這樣可以吧 好所以 右邊的圖是左邊的放大 對吧 好那如果 如果你取消這個框的話 它就回復了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來看右邊這個圖 右邊這個圖更厲害了喔 你現在按下 拉下來以後 它沒有改變對不對 你對著這個框框連點兩下 欸 你知道它在做什麼了吧 直接在這張圖上面局部放大 那直接連點兩下就回復 好再一次連點兩下放大 放大 沒有拉框的狀況下連點兩下回復 我們來看是怎麼做到的啊 這麼神奇的功能 好 UI端非常的簡單 它只有 有塊1塊2塊3 然後塊1有個塊1 brush 所以塊1的觸發事件是由拉框引起的 而且只有拉框 那塊2其實是承接塊1的這個output 所以說塊2沒有任何事件可以去trigger它 那塊3有兩個事件 一個是double click 一個是brush 好 我們來看server端 server端 這邊我們學到了一個新的函數 叫reactive value 這個reactive value 是以往啊 我們在server端 我們在我們以前在寫R元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很長 學來說 先把一個東西暫存成一個物件 暫存成UIL 後面再繼續應用 那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在寫這個shining的時候 寫這個app的時候 寫這個app的時候 我們沒有地方暫存東西 對不對 我們之前教過reactive 對吧 reactive是不是 你必須 你還是去接外面的什麼data進來啊 還是什麼之類的 你沒有辦法暫存東西 reactive value 就在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reactive value的意思是 我的range1 range1是一個list range1 default 是一個 這個 裡面有一個x跟一個y 然後他們都是none 然後他們都是none 那range1就是在 server端暫存的物件喔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server端暫存的物件 default是 x的none y的none 那接著 有一個叫observer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這個意思是 如果你發生了某個事件以後 這個事件他怎麼產生的 就是下面有東西 任何一個物件改變的時候 他就會做這一串語法 你把它想成他就是 你下面有任何事件觸發 他就會 他就會 這個 你就可以設計有一些事情改變 所以這個跟這個是一組的 一組的函數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你看我做什麼呢 如果你的plus1brows有改變的話 你就先他就先去檢查 這個brows1是不是none 如果不是none 不是none就代表有框嗎 不是none就代表有框這樣可以吧 這樣子的話就是none 如果不是none的話 我就把range1的x改成xmin跟xmax range1的y改成brush1的ymin跟ymax 好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吧 也就是說 當你拉了框以後 這個range1的x跟y就改變了 那當你把框取消 他就回覆到none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這個range1是一個 根據plus1 根據plus1改變的一個物件 這樣可以吧 那plus1本身沒有什麼變化 可是plus2就厲害了 plus2 xlimit等於range1的x ylimit等於range1的y 所以當你沒有任何brows的時候 他的xlimit就是none ylimit就是none 所以就是沒有任何limit 如果你給了這個brows以後 他xlimit是不是就變成最小值跟最大值 最小值跟最大值 ylimit也變了 所以說 你現在已經知道我們這一個 左邊跟右邊這兩個圖的連動 他是怎麼做出來的 前面其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就是這個我要給他一個事件 這裡不要給事件 對吧 那server端呢 server端就是這一串組合起來的 這樣可以吧 所以重點是reactive value跟obsm 這樣可以吧 好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這張圖他是自己連動的對不對 自己連動有一個問題啊 就是你不可能拉了框之後忙就要動 因為你拉了框忙就要動 他那個框就消失了嘛 所以你必須給他一個事件 就是double click對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他怎麼做的喔 來一樣先產生個range2 range2 default一樣是none 這樣可以吧 然後接著output plus3 等於randomplus xlimit等於none ylimit等於none 所以default的值 default的值是不是 就是 他default的圖是不是長這兩張圖 長得一樣 這default的圖 那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range2會改變呢 來這邊有一個observant event 你們注意reactive跟reactive event 然後跟那個reactive event 他是event reactive event reactive 然後跟observant event 他的時候那個前後順序會改 那個反正就是函數的名字 一樣大家記起來就可以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observant event就是 你如果觸發這個事件 我就要改 如果沒有觸發這個事件 單純brows改變 我是不會執行這一串的喔 注意上面是brows只要一變 我就執行 那這裡變成 我一定要double click之後 才去檢查下面有沒有變 我double click以後 如果brows不是none的話 我就把它改過來 那我rangeX跟rangeY是不是就改了 rangeX跟rangeY改了 這個圖是不是就重化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如果double click完了以後 我發現我rangeX跟rangeY 被回歸成了none 那這個圖就回復了 好所以 有看懂這一整串語法嗎 那個整個邏輯線應該聽得懂了吧 對不對 好接著就是你要抄襲的 接著就是你要抄這個語法的時間了 我們來看一下我現在想要叫你做什麼 你們這邊所有同學裡面只有一個同學 未來是想要做深度學習的啦 我們來看一下這件事情對深度學習的任務很重要喔 好大家看一下我現在要示範什麼事情 我這邊有一個 好我這邊有boxInfo 這個boxInfo是什麼呢 現在看不懂 總之就是person 然後這邊有columnLeft columnRight rollbot rolltop 那我們現在用這個檔案 這個檔案 然後來跟 來跟下一個檔案來結合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個函數叫showimage 這個showimage這個函數你們不用管怎麼寫 反正那個我已經寫好了 那我們按下run 然後接著我們讀一張圖進來給你看一下喔 好我們讀一張圖 這個圖讀進來了以後 boxInfo 我們先看這個boxInfo imageID等於to的這個 他是不是有三個person 注意他的這個喔 然後我現在把這個圖讀進來然後run下來 這邊是有三個人被拉框拉住了 被框起來了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他這邊就是在描述三個框嘛 0.50 0.62 來0.50 在哪裡 0.50 0.62 0.50就column 0.50 0.62 這邊大概0.5 這邊大概0.62 這樣可以吧 他的 座標軸是在這裡 0.00在這裡 這樣可以接受吧 0.00在這裡 1.1在這裡 0.00在這裡 1.1在這裡 0.5 0.62 那Button呢 0.86 0.86 是從這邊算下來0.86 這樣可以接受吧 Top呢0.4 所以這個框 是 第一個 這個框 這樣可以接受吧 第二個框呢 0.01 0.20 0.01 0.20 就這個女生 接著咧 Button 0.91 這個比他矮一點 對不對 0.39 比他高一點 這個女生在這裡 對不對 依此類推下去 好 你現在有沒有覺得 我如果要直接在語法裡面 找出這個人 在哪裡 這是不可能的事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比較符合邏輯的方法是什麼呢 來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比較符合邏輯什麼呢 請到這裡下載範體檔號 我先下載 好桌面 桌面這裡有個 現在有個example 裡面是不是有幾張圖 一個label 等一下你就 試 等一下你不用試了 你可以直接寫語法 那我希望你寫什麼語法咧 來 你現在先看功能 第一個他要有什麼功能呢 第一個是把圖上傳上去 這個應該不難 你應該會做 對不對 上傳一張圖上去 那第二個是 框出物件的位置在哪 並選擇框選的物件為何 那你只要框成就好 第三個 按下按鍵後記錄框位置 第四個 將 資訊記錄在資料表內 把image id 設為圖像的檔名 然後使用者如果覺得可以 可以把它刪除 然後六 使用者最終能下來開資料表 好我按照資料上課的經驗 這個 最後你們是不可能解出來的 就是時間不夠 而且就是 主要是 呃就是 呃 我這樣的描述 你們可能是聽不太懂 就你們的學長解是做不出來 所以我給你們一個 你們直接 你們今天就是直接複製他的答案 然後我們給他20分鐘的時間 讓他好好學習一下 裡面他整套流程是怎麼walk 好不好 我們直接先看答案 好不好 你如果不會看答案的話 你如果不會看答案 不會拆解他的功能的話 你之後是不可能會做的 好我們看一下 這個你看 server端有100多行 UI端有26行 這個你們大概不可能 20分鐘之內做出來 一小時都不見得做的出來 好你看呢 他的功能是什麼 這邊是不是有個brush 好brush 然後可以在桌面 下載一個example 對吧 上來之後 這邊是不是有個人 那注意你看喔 我的指標移到這裡的時候 是不是已經變成了 十字符號 你看我可以把他拉起來 拉起來這樣可以吧 怎麼那麼不清楚啊 他的腳到底到哪裡啊 到這裡 好 好那 拉起來 我的這個上面這裡 沒有把他拉 人頭拉 拉起來對不對 好注意喔 我對著框點兩下 是不是出現了 然後他是不是出現這個框了 這樣懂為什麼 NO 我這邊隨便拉一個框 這是不是拉錯了 點選 刪除 這個框不見了 然後 可以download file download file就是我剛剛的那個 我剛剛的那個 哎 怎麼那麼慢啊 好這個是不是就是我剛剛那個 我讓你們下載的那個東西 所以你們知道 那個東西怎麼產生了吧 好 給你們大概20分鐘的時間 15到20分鐘了 我們看一下我們大概40分的時候檢討 好不好 你看一下這整個UI跟Server 然後感受一下他是怎麼做的 然後我會再跟你們講解一次 我們來看一下這整個所有的事件怎麼觸發的好了 首先 要觸發這個 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UI 總共有含哪些東西 我先把檔案上傳上來 這樣比較清楚 總共有這邊一個 這邊一個 第一個元件 第二個元件 然後download的三個元件對不對 這裡有個圖的元件 然後delete 然後拉了框以後 這邊還有一個元件 所以總共有六個元件 這樣可以嗎 我們來看一下 在UI端 一個file對吧 然後兩個 是選擇 radio button 雖然 雖然只有一個選項 但是就是一個radio button 這樣可以吧 然後download按鍵 三個 第四個元件 plus 第五個元件 delete的那個按鍵 第六個元件 所以 看起來很複雜 其實就六個元件而已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server端的事件是怎麼開始觸發的 首先你要先 首先你要先 你要先 先接受一個圖檔 從這邊開始 對不對 好 server端的最開始 是show image 那個函數 那個函數不要管 那個就是已經寫好了 雖然我是自己寫 你就把它想成 你是call某個套件 的函數 這樣就可以了 好來 所以最開始的時候 你需要用reactive 就是 你上傳檔案跟上傳圖片 這個之前 我們的做法都是用reactive把它包起來 對不對 所以 image等於reactive 然後如果file沒有的話 就不上傳了 然後剩下就把jpg read 上來 所以不是jpg檔 你是沒有辦法讀的 你這樣的語法 當然你可以自己改這裡 你就可以去接受更多不同的檔案 好那 檔案讀進來了以後 你要做什麼 你首先你要先呈現 檔案讀進來之後你要先呈現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image 我們去接到哪裡 這個output plot這裡 output plot這裡 是不是image 把這個檔案把它讀進來了 那 如果 有image的話 如果這個 哎 這邊我們先跳過 那總之他就秀出來了 如果沒有image 我就什麼都不幹 else我就把image秀出來對吧 好那這邊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最開始上來的時候 是沒有bonding box 對不對 是沒有這個框選 這個框的information 所以如果 如果我們注意哦 如果input files的name 他不是NUN的話 如果他不是NUN的話 我們就找mytable下來 然後並且找找看 有沒有已經儲存的這個 這個mytable這個是一個暫存的一個空間 對不對 我暫存的mytable 裡面的table 裡面的table mytable裡面的table 是一個暫存的空間 這個mytable裡面的table 我先把它弄出來之後 我們看一下這個boxinfo 這個imageid有沒有出現在這個boxinfo裡面 這個功能是什麼呢 主要是我現在1這個圖 我現在上傳2的時候 這個是第一張圖的 這樣可以啦 我現在拉一框 我再上傳回第一張圖的時候 他就會直接抓這一個哦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我這個時候再上傳第二張 再拉第二張圖 他就會到這裡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哦 好所以 這裡其實是在處理什麼呢 我要mytable裡面的 哪一個 框的information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接下來下一步 我要做什麼呢 這個mytable要怎麼增加呢 我們來拉框之後double click嘛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拉框之後double click 我們是不是要observant event 然後double click 如果brush 是none 不是none的話 我就把newtable 把這些東西加上去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就把這些東西加上去 好那所以你看啊 這些東西加上去之後 然後他就rby的rby的就是上下一步 往上組嘛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好 然後接下來 observant event 這個observant event 這個 如果 我做了什麼事呢 如果有點選 然後按下delete 他是不是就會delete掉一個框 來 首先我要先確定一下 你table你有沒有選擇 如果 table在這裡吧 table在這裡 這樣可以接受 你table如果有選擇的話 你table如果有選擇的話 我就是none不等於0的話 我就要給一個負號 負所影就是直接把那個去掉 所以你現在知道了吧 我點到 負所影 就去掉了 這樣可以理解吧 然後最後downloadfile downloadfile 在這裡 download label.csv 然後直接把mytable輸出去 所以你看這個 這個 程式 物件沒有很多對不對 總共就6個 其實 比之前的少非常多 可是他裡面的這個 邏輯 邏輯複雜度是高的 就是他這樣串來串去 這樣可以吧 那 我想要給你們demo這個例子啊 只是想要跟你們講說 其實你們不要小看 你們現在學的這個東西 只要你有心啊 只要你有心去設計那個系統程序 那這個東西最後啊 他是可以變得很複雜的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個人覺得啦 就是 你們 你們 你們學習這個過程哦 你們未來不見得要真的會寫 這整套就是怎麼 系統 這個要上傳 然後 就是不見得要真的能夠把這個網頁寫出來 可是你們如果有能力去design這個流程的話 就是 你一個系統 怎麼去 主要input data 你要怎麼去跟他互動 你們如果有能力去design這個流程的話 其實是非常有價值的 不管是你們以後 有機會 這個跟資訊工程師溝通 你就算寫不出來啦 可是你 就舉例來說你 你寫不出來是 舉例來說你不知道怎麼呈現這張圖 你呈現這張圖 語法可能是用show image這個函數嘛 對不對 那你不知道這個這個函數在哪裡 所以你可能就寫不出來 可是這個系統流程的這個規劃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 你只有在user端你們之後大部分人 大概都會成為某些user 就是某個系統的user 你們可能這邊大部分人不會 成為專業軟體工程師 但是你們一定會變user user要怎麼跟軟體工程師溝通呢 把系統流程圖告訴他 這個系統系統流程圖是什麼 input就是圖嘛對不對 你要跟他講圖進來以後就要呈現 然後需要裡面有個暫存的物件 對不對 這個暫存的物件 如果在圖上面做了什麼事件之後 這個暫存的物件要怎麼去擴增 然後需要點了以後要可以刪除 然後這邊在拉框的時候這邊要選項可以選 然後最後這個東西要download下來 你有辦法把它講成這些東西 他才有辦法做得出來 不然你現在跟他講說 你需要一個可以拉框標註的系統 你這是沒有辦法做的 那個整個系統流程啊 就類似是這個樣子 你要有辦法描述出來 學習程式之後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有辦法做這個描述 這樣懂我意思吧 未來不見得你有這個 你有這個心力去持續的這個input 這個增加你的程式技能 當然這個技能 我希望是這節課結束之後大家可以帶走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個 我覺得很重要想要教大家的事情 就是在這個 呃就是在那個前面的課程 我們已經示範過超程式嘛 到底有多重要對不對 那在寫網頁之後我們還沒超過哦 那我要想跟大家講的是 前面我們有去抄某一個控制元件 抄某控制元件 這種都太少了 我現在希望抄一整套 什麼叫抄一整套了 來大家看一下 就是舉例來說 我們的APP其實是沒有帳號密碼保護的對不對 我還有講法 也就是很久了 你到時候寄一個網站給我 你教期末就會寄一個網站給我 那所有人有那個網址都可以登錄嗎 對不對 可是你可能只想要讓老師登錄啊 或者是你只想要讓某些人登錄啊 覺得說你裡面要放什麼東西啊 對不對 不要笑那麼奇怪嘛 沒有人叫你放奇怪的東西啊 對不對 那個 那所以你可能需要帳號密碼保護對吧 那 我要怎麼做帳號密碼保護咧 不知道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上網Google starting shining app after password input 好總之你就找到了一個 你就找到了有人回答了嘛 來 我們來看他給的一個範例 我們直接看喔 直接複製貼上喔 欸等一下 這個run app這個 這個要這個 欸你發現了 是不是有一個 你run完之後他是不是出現了一個網頁 這邊 帳號密碼是testtest login進來了 他看到了一個 空的網頁 那如果 如果我打打ttttt 是不是就進不去 test 所以他完全符合他還進得去對不對 好 來注意一下 我們先拆解一下喔 這個 這個是我直接貼別人的code 注意他的寫法跟我們寫Shining跟Shining的寫法不太一樣 所以我要跟你們介紹 他是 首先先產生一個方形叫ui1 再產生一個方形叫ui2 這兩個你先不要管他 他雖然叫ui 但是你不要管他 重點在這裡 他有個ui有個server 而這個server後面這一串 是不是非常像 我們這個後面這裡 可以接受吧 那ui的那一串呢 ui那一串就是這一串了 只是他的ui非常的乾淨 他的ui就是html page 好 然後注意一下 run app list ui等於ui server等於server 所以他是run app 其實你本來寫了一個ui寫了一個server 然後你有沒有發現 你每次按下run app的時候 他其實這裡就run app app對吧 他其實在app這個file裡面去找ui跟server 所以你們做的事情其實是一樣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這一串其實就是ui server 這一串其實就是server 而這一串呢其實就是ui 那這一串呢 這一串我們現在叫他一個叫global 就是說以前我們 你看我們在做server的時候 我們以前這個show image 我們是不是要放在server的最上面 我們現在其實這一串 可以把它取消掉 然後多開一個file 叫global global這個語法的意思就是 無論如何你先載入 就是你要你在讀ui跟server之前 global就是那些你要放那些 反正要預先載入的 物件的一個語法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這樣子的話我按下run 他還是可以work的哦 那個那個那個show image 那個那個還是有哦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還是有還是show的出來哦 所以這樣是可以動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我們現在把剛剛他的語法 把它拆解一下你會發現 前面這一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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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放在global裡面的 好我們先把它放到global 然後接著這一串ui 欸ui就真的這麼短哦 不要懷疑ui就真的這麼短 好server 好我們按下run 好test 好那你發現其實他是這麼做的對不對 好我我現在 就是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東西是什麼 就是這個東西你第一次抄的時候 你你可能很難去解析他 因為你從來沒有看過 你從來沒有看過ui寫這麼短的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第一次我還是要跟你們介紹一下 他到底怎麼做出來 好他到底怎麼做出來咧 他這裡的htmloutput page htmloutput 這是我們之前交過的某一種output 形式我還沒用過對不對 我還沒有用過htmloutput 但是你知道這個page顯然就是在server端 你要去呈現出一些東西嗎 而這個ui他只呈現page這個output 所以所有的這個page他長成什麼樣子 都在server端定義哦 server端做了什麼事咧 這個我們是不是學過了 default的時候reactive value logit等於logit logit這個物件在global這裡 log等於force 所以那個值的default loss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我們在server端做了什麼事咧 這邊有個observer observer什麼咧 如果你 你input login input login就是 你按下那個login的按鈕 可是那個login的按鈕在哪裡咧 ui都好像看不到咧 我們等一下來看他在哪裡 你input login之後咧 他就把你的username跟password isolate出來 isolate意思是 這裡如果在變化的時候 這裡是不動的 這整個不會重新執行一次 好 username跟password進來之後 他問問你的username跟password 是不是 滿足你的 這個my username跟my password my username跟my password 在這裡 在global這裡為您寫好 就是test test 接著 那如果這兩個成立的話 我user就敢true log就敢true log就敢true 反之的話他就是false 對不對 observer你看注意 這邊又有一個observer 這邊是一個observer 這邊在決定 user是true還是false 對不對 這個observer在做什麼咧 if userlog等於false的話 output的page output的page output的page是不是就是這個 page就等於div class alter 然後put ui1 如果log等於true的話 log false ui1 log true ui ui2 對吧 所以我們現在回頭看 ui1 ui1 這邊有一個login 對吧 然後這裡有一個 username text input username password input password 然後跟action button login 所以在 這裡是false的時候 我是不是就呈現 這個頁面 如果是true的話 我是不是就呈現這個頁面 所以 你有沒有發現ui1 端以及page 然後你的page要呈現什麼 被server決定 那我們來做 我們來做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來加個點東西 就是 你現在已經知道 我們來加點東西 你看我們加什麼 我就在這裡加上兩個 我在ui1 我在global這裡 我本來只有test 對不對 我現在在test這裡 加上一個slider input obs 跟 dist plot 我現在加完之後 先按下run 我現在一樣 先打帳號沒有進去 這裡是不是出現了一個 slider bar 這裡應該還有一張圖 但是這張圖 這張圖 現在server端沒有跟他連動 那我要怎麼加到server端跟他連動呢 來在這裡 這一串要放在log等於true的地方 log等於true的這裡 你看他這裡既然output的page可以是一個 一個 一個 我們這個東西叫module 就一個 一個模塊 那我們這裡一樣 display也可以成為一個模塊 這裡面的函數你已經學過了 test test 是不是可以動了 好 這個題目我希望你們做出來 我在10分的時候 11點10分的時候我要檢討 大家要做什麼勒 剛剛這邊有一串標註系統 請你用這個為base 加上password input 就把前面兩節學到的東西結合在一起 這樣懂我意思嗎 就是你進去之前 你要先讓他輸入一個password 所以你顯然需要這個結構 對不對 你顯然需要一個這個global 跟這個server的這個結構 那接著呢 接著你需要在這裡面設計那些前面這裡 一堆這些事件觸發的這些程序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大家試一下 我覺得這題沒有很難 這題 之前的學長姐 蠻多都可以做出來 好大家學習一下我是怎麼想 我是怎麼做這件事情的喔 這是我剛剛 我先 統整一下現在的狀況 這是我剛剛那個程式 test test 進來之後 可以拉這個對不對 所以我要修的東西是什麼 我要修的是首先 這兩個 這兩個控制元件我要把它拿掉 對不對 我要換成我的 這樣可以吧 所以我們現在回到我們的 練習一答案 哪邊是我們的UI Frew page是嗎 不是那是白頁對不對 跟控制元件有關是 Frew row這邊下來對不對 直接貼到這裡來 直接貼喔 貼到 貼到 你這邊沒有地方貼嘛 對不對 所以你要貼在哪裡 現在Global的UI2這裡 對不對 把這兩個東西 把這兩個東西貼到 貼成這裡對不對 好貼完之後 我們先按下Run看看 test test 欸你是不是發現 該有的樣子已經出來了 對不對 好我們Browse上去看看 當然這個時候一定是不會有任何反應的啦 因為你後面Server還沒改嘛 對不對 那你回到Server這裡 Server這裡 Show image是我要的 對不對 Show image一定要 我們必須放在Global裡面 這個放在我們Global嘛 對不對 那我們就把它放在UI2的下面好了 這樣 這樣可以嗎 好那接著 這邊 欸下面這邊 是不是全部都是 Lock進來之後的觸發事件 你看它是一個模塊一個模塊的喔 所以其實你可以直接複製下來 複製到這裡 對吧 複製完了以後 在Server端 哪個地方要改掉 這個地方不要了嘛 對不對 直接把它貼過來 儲存 這樣就可以動囉 test test 進來 好剛剛的功能全部都有喔 然後再隨便 拉一個 然後再 再browse一個 好我把這個刪掉 然後download 所有功能都還在對不對 好 好也許就是 你們沒有辦法那麼快理解啦 我不確定我這樣講了之後 你們是不是可以理解 這件事情很簡單 就是你要了解 你的每一個part的架構分別是什麼 那我想經過這樣的示範 你之後回去 你應該有辦法自己寫出一個app之後 然後把帳號密碼加入這個功能把它放進來了 或者是你也可以搞複雜一點 你現在現在只有log in 跟log out 就是log in 就是進來一次而已 對不對 你還沒有辦法切換這個log 你還沒有辦法切換這個log 呃 你現在是沒有辦法切換這個user log 對不對 因為你只為了log force 然後轉成log true 設計條件 對不對 你其實可以在設計其他條件 讓他跳轉好幾個不同的頁面 這樣這邊如果有三個條件 就可以call ui1 ui2 ui3 對不對 然後他們可以在這三個頁面 互相轉換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最後一個例子 我們今天上課最後一個part 我們希望給大家一個 呃 教大家一個新玩意 叫google的圖表 圖表是一個很神奇的東西 我們現在點進來看看 這是一個example 這是什麼example咧 這邊有一張圖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圖 滑鼠儀標點上去是有數字的 這本來他是一個折線圖 但是我點過去的時候 他是有一些數字的 好一樣這樣可以吧 這個我以前沒有教過 這個我之前上課內容沒有教到 對不對 那他怎麼做的咧 原來啊他是用一個叫做 一個叫做 這個google vs的一個library 去做的 所以一樣你就先下載這個套件 對不對 好那 我們來把這個這個範例資料 我們把它讀進來 Lesson 15 我們把它讀進來 讀進來以後 這是一個很普通的資料對吧 接著 接著 來 Library google vs 好Library完了以後咧 來這裡 我們先複製貼上 欸這是不是出現一個圓柄圖 對吧 這個圓柄圖我們看怎麼做的 先這個table 所以你只要給他一個這樣格式的 這樣的格式的一個資料 透過 G Vis Pipechart 就可以把這個資料 轉成一張 Google圖表 然後你plot出來之後他就產生了 他就變成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那 如果是長條圖的話你可能要這樣畫 至於怎麼樣去產生這個DF 怎麼樣產生DF 這個 物件 你之前做資料整理的時候 你已經很會做了吧 對不對 我們這一門課 花了前七節課的時間 都在教你如何做資料整理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你要怎麼把它 呃我們再教一個新的玩意叫散步圖 散步圖 散步圖為什麼咧 來 散步圖最簡單了 你只要有一個new data 這個new data 你只是 這個new data不需要什麼很複雜處理 你就是把 svp跟dvp 你把你喜歡的colon把它秀出來而已嘛 對不對 然後 你直接把new data丟進 GVis scatterchart 他sc1 然後他就可以plus出來 這就是我們要的這個圖了嘛 對不對 對吧 點下去每個點是什麼我都看得到 來給他一些進階功能 注意哦 前面是完全一樣的哦 我們是 這個後面我們加了一些參數 再做一次 首先他變紅點了對不對 好最厲害的是 他一樣可以拉 拉點兩下回去 右鍵回去了 右鍵回去 這樣可以吧 一樣點了會有對不對 這個功能他是怎麼寫的 這個不重要 反正你這邊有抄了嘛 對不對 好如果你想要把圖片存進去 重點是 sc2這個東西是一個 html語法 所以sc2裡面的html 裡面的chart 如果把它cat出去以後 我在這裡 我在這裡 就會有一個 哎我找一下 我在這裡就會有 sc2這一個html文件 他可以用網頁打開 就是一個標準的 網頁格式 還是 還記不記得這個東西 是可以 input 丟進你的 那個就是 html語法 是可以放進你的 這個 shining app裡面的 記得吧 我前幾節課有教過 好 那我們現在來 弄個厲害一點的東西 來看著哦 我的UI端 我先把我的global刪掉 因為我現在不用我的global了 對不對 來 我的UI 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UI非常簡單 就是chart1而已 對不對 來我們的server都來看一下 那注意哦 這個也是html output 注意你要output html語法的時候 都是用html output 所以剛剛那個patch 也是一個html語法 對不對 剛剛那個我們在切換 它的分頁1分頁2的時候 它也是一串html一分 我們到server端 server端也非常簡單 就是 我們產生隨機 100個數字 然後new data 直接shc1出去 就這樣而已 wrong 看到了吧 這邊有一個 剛剛隨機產生的散佈圖 對不對 所以 如何在 app裡面增加google chat 非常簡單 html 加上 random gvis 這樣的一個組合 我就可以做到囉 來練習 來 還繼續很久以前 我們這一個網頁 我們這一個練習體 這練習體 我們先複製貼上 UI先 複製貼上 server端再貼上 然後你要下載一下這個 練習用檔案 好 然後我 stop之後按下run 這個 browse以後 我是不是可以選兩個 我是不是可以選兩個 那個 variable 然後去做這個事情 把這張圖換成google 的scater plot 來注意 請把它改成google圖表版本 這樣可以吧 應該不會很難改啦 好不好 我們給大家 我看一下大家的狀況 希望這題大家改出來 希望10到15分鐘改出來 把使用還給大家 大家來看一下 我們是怎麼做的啦 好不好 這個 這是我們本來的 本來的長成這個樣子 好 這是原來的圖嘛 對不對 所以我就要換他 那我要怎麼換他呢 首先 我在UI這裡 本來是plusoutput 對不對 現在我是不是 是不是 必須得改成htmloutput 好 然後 注意件事情喔 這邊改htmloutput之後 這邊randomplot就不能用了 我一定要把它改成 前面這裡 randomgis 那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你們在改的時候 你們不要一次到位 我發現有些人會想要一次到位 那有些人當然一次到位 就做得了 你不要一次到位 做法是怎麼樣 來這邊 我們剛剛這裡是不是一個很簡單的範例 出來的圖不是我要的 但是總是一個google chart 對吧 所以請你直接 把這裡 複製到 randomplot這裡 就你先不要讓他連動 你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先不要讓他連動 至少這邊先出現一張圖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那接著我們再來改這裡的東西啊 這樣可以吧 那怎麼改呢 一樣嘛 先看看有沒有data 有data進來之後 有了xy 那我辦法 這邊改x 這邊改y 那再按下run 那這樣是不是就連動了 我現在換一個 你看是不是就連動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其實 呃 就是 如果你有辦法 現在就是 其實我們 現在在練習的能力 是把 你現在看到眼前那一百多行的程式 把它模組化 就一塊一塊 你要知道哪裡 你想要改什麼東西的話 去哪裡改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這個能力要慢慢練習啊 好啦 不過就是 我們這個學習課 大概就上到這裡了 那那個 大概 等一下大家還可以留下來 問一下問題啦 那不然剩下的就是 叫作業 好不好啊 程式一樣了 程式寫不出來 不是很完美 也沒有關係 你就教語法過來 然後跟我講 現在遇到什麼困難 我可能有空的話 我會幫你們改一改 然後改一改 回傳給你這樣子 好大概就這個樣子了 好 那我們今天上個就看到這裡